怎麼前面加個民主就沒事了 民主獨裁 民主威權 民主晶片 民主石斑 民主高端 民主超買 還有網友反鳳啦 反串 德政啦 晶片交出去啦 飛彈打進來啦 我還是問一下這個亮哥好不好 亮哥你怎麼看待這個蔡英文總統 兩度喊出民主晶片 不是隨便喊喊啦 對不對 喊一次不夠 再喊一次嘛 但晶片這提示上 我們也討論過很多次 包括台積電 這個網友可能看到我們節目 有個大的這個背景 喚起一下大家的記憶 蔡英文總統在這個時間點 兩岸這麼緊張的時間點 再次重複民主晶片 符合我們台灣的利益嗎 我每天看英文的媒體 大概看十分以上 我從未看過民主晶片 這四個字 全世界就只有台灣在講 而且就只有蔡英文一個人在講 連民進黨立委都不好意思附送 不知道是在講什麼啦 不知道 明明就是要台積電去亞利桑那 蓋第二座第三座 希望你蓋到第六座 明明就是要產業外移 人才要外移 哪有共同產製啊 比如說你現在高階晶片 佔比全球百分之九十嘛 那美國為什麼一定要你去 我講白了啦 美國如果認為台灣很重要 他來保護台灣不就好了對不對 那保護台灣 那半導體供應鏈就安全了嘛 我覺得他顯然有兩個前提啦 第一個就是 台灣發生戰爭恐怕很難避免 那第二個就是他守不住啦 就這樣嘛 所以他急著要你趕快 在這個這個分散布局嘛 那不要在台灣再繼續布局了 統統都移到海外去嘛 那對美國來講 到美國是最好啦 如果你萬一實在是沒辦法 那你到日本也可以啦 所以熊本也在投資啊不是嗎 他跟日本合作2奈米啊 是啊 他就不然你就到日本投資也可以嘛 因為他認為 中國大陸不可能去打日本嘛 所以他就認為美國跟日本是安全的 其實這裡面隱含著就是 他認為台灣的地緣政治風險 是沒有辦法克服的啦 所以呢 可是你要知道做這件事情的後果是什麼 後果就是你的產業被偷空嘛 是啊 這個非常明顯 韓國人家就看到直接的厲害問題 所以韓國現在還在不願意回應 事實上這個金面聯盟的第一次工作會報 本來是上個月月底就要開了 就韓國在那邊 不認 結果拖到九月中啊 所以就是對比韓國 大家的感覺就特別強烈啊 人家美國要掏空我們 掏空我們的護國神山 結果身為總統洗滋滋的 還幫忙畫瞎 就是不可思議啊 是啊沒有錯啊 你看那個尹錫悅 還拒絕劍佩洛西 是啊 對不對 那結果你是 每一個國會團 一個一個劍 然後州長兩個劍 對不對 我覺得這裡隱含著一個意思 就是 就是他急著 要拜託美國做什麼事 對 我就想問喔 有這麼單純嗎 不然你去想一想 我覺得有一個事情 有一件事情更離奇了 華航幹嘛開臨時董事會 通過決議要跟那個美國買那個波音嗎 對 而且是16加8啊 對 事實上就是那個 一模一樣啊 數字一模一樣啊 對啊 那你有提到一定要用臨時董事會來通過嗎 因為9月14號那個臺灣政策法要審嘛 是不是 所以在此之前 我認為他就是希望這個法案能過嘛 好啊 那那個Graham可能就是 能夠去 動員共和黨來支持你的重要的人事嘛 簡單講就這樣嘛 那我覺得 事實上 你去拱那個臺灣政策法也沒用 因為現在 真正的是白宮跟參眾兩院怎麼去協商 因為白宮還是有反對的意見 你看阿米塔吉都表態了 對 所以你如果把臺灣代表書弄進去 會出大問題嘛 這個實質的衝擊還超過普洛西來台 不管怎樣啊 我的意思是說 有急著一定要今年搞定那麼多嗎 事實上你以為今年臺灣最危險嗎 恐怕不是 但我們說交換條件 什麼美豬也就罷了啦 雖然毒害臺灣人民的健康 但這個是我們的護國神山 臺積電 而且我坦白說 你臺灣對美國你的籌碼不多 你華航這個叫採購吧 我們的大的採購 事實上這種牌幾乎都用完了 我們去年去跟德州買LNG 今年一月已經開始進來了 所以我們中油牌已經用完了 對 現在是你把華航牌也用完了 那高鐵牌輪不到美國嘛 高鐵牌是日本啊 對不對 台電的那個煤礦約 大概也不能立刻簽嘛 所以你手上沒有採購牌了耶 所以你現在能用的牌 你今年都急著要用完 那請問明年後年怎麼辦 我認為臺灣明年後年比今年還要危險 那你就急著認為臺灣政策法這種東西 就可以保護臺灣 真的是有夠天真耶 不然我認為就是另外的邏輯啦 就是他急著要美國幫忙 明年能夠幫助民進黨慎選啦 因為今年看起來不太好啦 地方選舉民進黨很可能會輸啦 那他就急著希望美國能夠幫我忙 幫民進黨能夠打贏這個選戰 剛好美國也要選啊 臺灣也要選啊 對那就是說美國是不是可以用力一點 如果蔡英文在這個時候 幫你把晶片搞定啊 那明年美國的回報 就是全力幫民進黨輔選啊 就是這樣啊 剛剛阿亮講說 全世界只有蔡英文在講這個民主晶片 那又網友諷刺啊 什麼民主鳳梨 民主石斑魚啊 都在搞這樣 我認為蔡英文當然是有意識地用這個東西 他這個民主晶片 事實上是在徵召一種新冷戰思維 民主就對抗集權 那集權是誰 那大家好像不言而喻 他就是在玩這種東西 那臺灣聽到民主兩個字 那自然而然 那就是形成一個所謂的 對抗於中國大陸對面 可是這個冷戰的思維 嚴格講是剛好跟 這幾十年來 你們不是都在搞全球化嗎 不是在搞自由貿易嗎 那你這個民主就站成 跟提權就對立 可是大家不是要講說 要更多的自由網 自由貿易嗎 那你不是互相就唱起反調來了嗎 所以他說的跟做的之間 根本是兩回事情 他這個民主晶片 純粹是意識形態的召喚 就是在那邊拉邦解派 那拉什麼邦解什麼派 剛剛前面也談到 前一刻就傳出說 美國希望把美國 日本韓國跟臺灣搞個 所謂的晶片釋放聯盟 叫TIP4 對 可是這很奇怪 人家韓國已經被找去都談了 好像還在準備開會前會 本來9月要開會前會 剛剛提到了 可是臺灣到現在沒有被通知 美國只放個話說四個有你們臺灣 可是實質上好像都沒有 常把你視為當然 對 這個才是我要講 那人家韓國就像剛剛講說 還要做姿態 我不一定要 我因為他考慮到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他希望兩邊平衡 就算最後屈服 那也要弄點姿態 弄點籌碼 臺灣不是急呼呼的 然後突然說怎麼沒有 點了我名 沒有叫我 所以這個東西就叫亞利商 跟我擠一擠吧 到底怎麼樣 他可能一方面也是交換說 至少公開認可 然後給我們個邀請函 叫我們去看下 各個這個會前會的籌備 連個位置都擠不進去 卑微到這種地步 那我是非常同意 剛剛郭正亮講的 他好像真的在為臺灣弄什麼 不 回到你剛剛講的 整個這個晶片 美國人就是要套工臺灣 連台積電 張宗謀 都已經講得這麼白了 這麼婉轉 我們政府有跟他站在一起嗎 蔡英文有真正把 我們這個企業家的張宗謀 這個意思跟美國人講說 你不要欺負我們太多 我們已經被你炸得快乾了 他把臺灣最後的覆國神山 整個要搬到美國 所以台積電在奧勒岡的工廠 當然以台積電的這個企業能力 雖然有獲利 他們從此以後不再擴場 已經講得這麼白了 一句話就說對我們臺灣不利 對我們臺灣不利 你今天做一個臺灣的領導人 當然要為我們力爭 要跟美國對抗 就不是他相反 他拼命叭叭叭叭 這樣趕快要叭著過去 這個是在維護我們臺灣利益嗎 全世界都知道說 美國這個就像你講這樣 完全只考慮他自己利益 不管別人死活 這個晶片是幾乎我們天天在講說 我們最後最後的根據地 他你連這個都被他掏光了 臺灣還剩什麼 可是你蔡英文的態度 有表現這種態度出來嗎 有感覺急切說不行啦 命根子要被弄掉了 不是他講他講民主晶片 趕快貼上跟美國貼在一起 附和美國的新冷戰思維 整個幹嘛 包括那個chip 4 就是要圍堵中國嘛 就是要抗中 你這樣子幹 真的是對臺灣有利嗎 所以我完全同意說 你根本把臺灣賣了 來交換他們繼續把屁股這個位置 年底的選舉能不能做穩一點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他是長時間的細火去熬煮他 把所有的鮮味呢 供野到一爐進去 裡面的蛋白質啊 他是雞肉牛肉 蝦的三倍之多 營養來源更加的豐富 推薦給大家 記得要輸入CTI567 CTI我辣7